大家好,我會用Georgio Armani 全身 Icecure 4 色眼影 為大家示範今次的 Make-up 的 Demo 首先,我會用眼線筆打底 我選擇了一個黑色眼線筆 儘量貼近眼線的位置,畫就可以了 為了令眼線更加持久 我會選擇Pallet 中間的黑色 再加上去 擺放剛才畫眼線的位置 作用可以令眼線更加持久 和看上來更加實 可以在眼尾的位置拉長一點 看上去,眼睛看上去就會精神很多 好了,之後我們把Pallet 最外圈的深紫色 放在我們按摩的位置 沿著我們剛才 眼線的位置 然後向上掃開 掃回整個眼窩的位置 先把輪廓 好,之後我們把最底的淺紫色 放在剛才眼窩上的位置 另外眼窩看得順利 比較柔和一點 好了 下眼線的位置 我們一樣用黑色的Pencil打底 然後我們把整條下眼線的位置 我們畫回整條下眼線的位置 然後把Pallet的黑色 放在下眼線和上眼線的位置 整條下眼線的位置 每次一樣用黑色的眼線的位置 放在乾層畫眼線的位置 好了,到最後我們一樣用上眼線的位置 今次我都要用Ice to Kiehl's灰色的Mascara 眼妝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為了配合今次的眼妝 在唇膏方面我選擇了深紫色 作為今次的唇膏妝效 其實要注意到深紫色的唇膏 我們可以先用Consealer 修飾唇邊的位置 令唇膏更立體 令唇膏看上去的唇形更漂亮 用深紫色的唇膏塗在唇膏上 記得拿份量多一點 所以塗上去時就容易推開 看出來的顏色更實淨 更立體 你看到我們拿適量的份量 放的時候 我們先放在唇部中央的位置 然後沿著唇兩邊推開就可以了 其實用那副唇掃 輕輕打平地掃開 這樣便掃唇邊的位置 便掃得漂亮很多 好 到唇膏的位置 一樣都是 把唇打平地掃開 我們便掃得很輕易地掃開唇邊的位置 好 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次全新 讓我們修正確定這個妝效 好了 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眼妝和唇膏的妝效已經做到 其實這次黑衣是沒有放胭脂的 因為基本上你看到 眼妝和唇膏的妝效這麼出 所以以胭脂來說 我們這次黑衣沒有做上去 看出來的妝效比較自然 讓我們再看出來 Allan 我的妝效 在殺人 我覺得是在殺人 為何要尋了 你應該去看